没签没签 一签电动 好到你 均好到我 导致于台湾很多人会失业 产业会重创 我们来看看 大家在担心的产业有哪些 而这样子担心 有没有道理 缝纫机响个不停 裁缝师傅车好拉链 再把外壳和内里整平拉顺 最后盯上手绑拉环 一股皮箱就大功告成 这些国际知名品牌的皮箱和背包 其实全都是台湾代工制造生产的 之前做外销的订单来自 就是有东南亚 日本 欧美都有 那台湾本土内销 大概只有占2%左右 虽然是OEM代工 不过台湾皮箱制品 不论车工 打板或设计 都深获国际客户肯定 也因此民国78年全胜时期 光是外销产值 就高达新台币290亿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皮箱输出国 同样以代工享誉国际的 还有台湾的织袜产业 在彰化社头乡 有很多家庭都和张小姐一样 把客厅当工厂 靠家庭代工过生活 以前只要做一家就做不去 现在要做好几家 还找不到工作 社头是台湾织袜业的大本营 当地织袜厂商有三四百家 一年袜子的出口量最多曾经达到2000万打 而且全台大约有七成的袜类产品 都是来自社头 因此又有袜子王国的美称 但是好景不长 民国90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 情势大逆转 台湾外销订单开始被中国取代 中国大陆它每一年 它的成长幅度非常的恐怖 每年就成长300%以上 那反观我们台湾每一年 几乎是20%左右的衰退 面对中国原料价格便宜 工资也比台湾低 国内的纺织 毛巾和皮件等传统产业 不是产业外衣出走 就是选择留下来承受成本提高的压力 现在政府要推动Expa 又者担心中国商品低价倾销 已经抢走一半的市场 如果在全面开放 简直是要他们关门打击 业者强调他们不怕比较和竞争 但是希望政府能够提出一套 完善的辅导计划和配套措施 并加强取缔冒充台湾货的中国商品 否则台湾纺织 毛巾 皮革等 九大传统产业 总有一天会消失殆尽 虽然政府之前说签了Expa之后 会创造台湾26万个工作机会 可是会有更多人担心说 本来我的工作机会 会不会因为签了Expa就没了 刚刚也有人讲说 18万的头路 签下去说 像8万10万的头路都没了 因为所谓的Expa 没有具体的这样子一个项目跟内容 使得说实在很多产业是人心惶惶 做毛巾的走到要死 做纺织走到要死 做皮革走到要死 做大部分传统产业都走到要死 因为一旦政府开放说 台湾这些商品可以进来 大家都死 因为他们太小的廉价的商品 请销之后 大部分的传统产业都会因此而灭亡 灭亡之后就是更大的失业 那你创造其他就业 然后导致我失业 这个公平正义是何在 请教一下局长 我们根据中金院之前的 这样子一个评估 当然也跟您谈的八九不离十 不过纺织这一部分有点特别 纺织业是人心惶惶 可是中金院说 纺织会成长大幅成长 然后中金院之前讲说 电机电子会受损 因为大陆的比较便宜 可是后来完全取消 因为IT业 就是资讯通讯产品 这个协定的部分 本来就免税 所以这个后来说受伤不大 但是像运输工具木材制品 能不能很具体的讲 到底哪一些产业 我们会开放大陆的商品进来 而我们会受伤 那政府到底打算怎么做 其实在比较强势 竞争力强的产业里面 也有没有办法生存的厂商 同时在比较弱势敏感的产业 它也有发展的很好的 所以我必须先做这个说明 那么第一个刚才提到的东西 我也许没有照顺序来报告 那我们中金院的报告说 两岸如果签EQFA之后 会带给台湾增加GDP的1.72 就GTAB抬进模型 把数据弄进去 得到这个结论呢 大概业界就是学术界 只能challenge一些细节 就这个大原则是OK的 那么1.72 我们如果2008年 我们GDP是3500亿美金的话 只代表60亿美金 换算成台币大概2000多亿台币 如果每一个劳工 贡献公司应该是80万一年的话 平均可以这么说 所以应该是新增创造25万人 这个是OK的啦 那当然我们也承认有一些产业 因为免税之后进来会冲击 所以受冲击的产业 直接的劳工人数是4万人 但是增加的部分会30万人 所以一加一减 net的positive增加 最后人数是25万人 所以这是我先做这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就是说 大陆跟我们谈这个 它到底受到什么好处 它的研究报告也会认为说 它增加GDP大概0.5% 比我们小 但是应该规模大 但是我们这一点要来看 因为大陆经济也在转型中 各国其实有很多考虑 就是说以出口导向的产品 全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了 是不是一定要以出口来带动经济 那以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那么大 出口已经到这么强的情况下 它的确也在做转型内需 所以两岸签这个之后呢 把我们免税进口 出口到台湾去的产品 有更好的产品使用呢 就对它内需消费有帮助 这也是它受费 这在评估里面 具体讲我打个岔了 我真正想问您的是说 您刚刚也坦承 因为AGFA会有4万到5万的 台湾民众失业 会是什么样的产业的民众会失业 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全部讲说 负面影响的4万人 但新增的30万人 这个先确定下来 我们先去新增30万 但是4万那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比较内需型的 规模比较小的 那竞争力比较差一点的 这个产业是有 那譬如说大家 我们所目前950亿 第一阶段先做 它可能受到充分期的 包括毛巾鞋类陶瓷 毛巾鞋类陶瓷 请聚这些都是在我们的 这个誉为准备的产业里面 但是呢各位 因为我们在资商谈判的时候 早期收获 就是说ECFA的阶段 先做早期收获对不对 我们会努力把这些 敏感内需型产业 不纳入答应对方降税 这个准备动作会做 然后呢在未来 就大幅度的商品贸易协议的时候 WTO的规范FTA性质的免税呢 是可以保留差不多20%的东西 是完全不用降税 那我们会把这种比较敏感的 放在保留的里面 所以现在真的很难去公开的讲说 哪些是属于早期收获 要放进免税给对方的 哪些是未来我们要保留的 这些都是还没有办法揭露 看一看是你算盼的 常常的ECFA会合不合 对整体台湾来讲 其实就是因为ECFA的目的 跟其他FTA的目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希望透过自由贸易 那么创造台湾这个区域经济的特色 我想这个是 这个所有FTA 或者是像ECFA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谈到现在呢 不论是早期收获 或者是我们看到 有可能有一些受益 早期被收获这样子 对受害的 一定会有了 受益受害的一定会有 会吗 马总统说不会 马总统说不会 一定有 但是就是说等于 我看不到就是说呢 在早期收获里面 那么比如说台湾想要凸显的 这些产业 也就是说在全球里面 这个我们想凸显它 有特色竞争力的部分 或者是台湾曾经被中国大陆悶很久的 比如说我这个早期提到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签一些其他的FTA也好 租税协定也好 或者是其他也好 早期悶很久的 那么都得不到就是这些期待呢 那么也没有办法在这些早期收获 至少有一项得到一些解决 那么如果说就一般性这样来看的话 当然是有些受费 有些受害 受害的当然特别会跳出来 那受费到底受费多大 因为其实两岸贸易已经行之二三十年 所以就是说呢 到底能够凸显多少好处 其实我说老实话就是我也看不大出来 就是汤老师你就是说很像下棋一样